2020 台灣企業夾擊足球聯賽 第一循環 第五輪的戰況 聯盟倒數第三的名傳大學 交手盧主 紅石FC 兩支聯盟後段班的球隊正面對決 由連續兩戰沒有進球的名傳率先發難 比賽第15分鐘 鄭忠賢從右路進攻 這次選擇打圓腳 小皮球撞住而入 幫助球隊首開紀錄 結果先丟一球的紅石不只沒能討回顏面 防守端還出大包 第40分鐘 名傳後場長傳 紅石門將李冠沛出擊 卻沒攔到球 形成大空門的窘境 右路鄭俊賢船中給到黃聖傑 禁區頂端起腳 再度攻破對手大門 順領名傳 半場T1取得2比0 領先優勢 進入下半場 紅石進攻端仍就沒有起色 後防線又頻頻出問題 央將Diego Loza直接在禁區 放到名傳中場郭炳生 還若無其事走回去多捕你一腳 馬上被裁判黃牌警告 而被犯規的郭炳生也很爭氣 把握12碼罰球機會 把小皮球推進球門左下角 3比0 名傳繼續擴大領先 而且他們接下來越踢越起勁 比賽後半段 每10分鐘就進一球 先是第69分鐘 雄元官妙傳 找到鄭俊賢 成功破門 完成本季第一次沒開二度 隨後替補上陣的陳士勳 有樣學樣 先是第78分鐘 把握腳球機會 用頭錘轟進一球 接著來到第87分鐘 這次快攻起腳被門將擋了第一下 但很快再用左腳補進 10分鐘之內沒開二度 幫助球隊揚長而去 最終比數毫無懸念 名傳6比0 痛載紅獅 我來體育新聞綜合報導